中人家老母親上審教 準備從南天宮出發前往烏風林家 相隔百年後 南邀宮老母親首次回到烏風林家 不僅是回來關心烏風林家後世子孫 也期望能夠繼續庇佑地方繁榮 149年請老母親再回來烏風林家 因為老母親是從林文柴這邊開始接 開始做這個老母親會起來 老母親會之後 並說是廟宮的老母親會在台中的代表 百年前的事情 現在我們要來恢復我們一百年前 一百多年前 歷史上都有大家都很清楚的歷史 我們的林家跟老母親這方面的淹源 加油 加油 烏風林家總監林居民親自將老母親上起給儲的神明廳 相隔一百五十年再度回到故居 而這一次也邀請到了草圖玉天宮老二媽 以及烏風南天宮一同回到烏風林家草挫 可說是歷史性的一刻 我們讓林總跟夫人為老母媽換上新的龍袍 讓喜氣可以帶回去燃耀光這樣子 最後我們就請媽祖來到了我們林五名的家裡 這是將軍府 那將軍府呢 我們就是請總經理跟夫人 我們在將軍府那邊做一個合一 這相對就是跟老母媽講說 我們現在回到了林五名的故居了 請她看看這只是林五名的家裡 照顧一下我們這些子孫大家平平安安 林五名就是由老母媽所建立 所建立去建立南天宮 所以這也是我們林五名的建立的家 老母媽就是在這裡建立的 所以這家在我們這裡老母媽 來這裡換龍袍非常有意義 大火手持香案前程入島 並特別準備了化妝品要來獻給老母媽 並為她換上新龍袍 吳鳳林家創立老母媽會 將軍林五名成為南邀宮大總理 將信仰圈擴展至中張頭 在西元1870年禁止靜香 引發受制公堂的冤情 在2020年吳鳳林家與南邀宮 重新搭上緣分 今年剛好適逢林五名將軍 因為本港靜香的事情 而實在髒化成 今年是150周年 那我們剛好這些年輕人 我們想要發起一個 把老母媽請為吳鳳林家 然後讓吳鳳林家 跟南邀宮重新掀起這個緣分 除了回到起吉祖 老母媽也走訪林文明成長的江軍府 並駐駕在大花廳 提供民眾來參拜 繼續保佑地方子孫 《健身傳台中藏》 《健身傳台中藏》報導 《健身傳台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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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傳台中藏》